央视两张图这边中俄相献欢那边七国不对盘 上海合作组织援手李氏惠佐在青岛举行 印度和巴基斯坦首度以会员身份与会 会议发表青岛宣言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 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将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 并宣布以300亿元人民币等值金额设立上和组织专项贷款 多维新闻网指 此次会议是上海合作组织扩充会员后召开的首次峰会 是习近平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上和峰会 也是今年大陆第二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廷 印度总理莫迪人都与会 习近平在会上表示 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 各国应其心协力共同构建上和命运共同体 建设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的世界 他提出五项建议 一是凝聚团体互信的新力量 二是铸牢和平安全的基础 三是打造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劲引擎 四是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 五是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路 习近平指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失所趋 上和组支降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并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 促进经贸 投资 金融 互联互通 农业等领域合作 针对第二点铸牢和平安全的基础 他表示 成员国将落实打击三股势力上海公约 反恐怖主义公约 反极端主义公约等合作文件 并加强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 以期有效打击三股势力 毒品贩运 跨国有组织犯罪及网路犯罪 记者赖锦红斜杠赫和报道 中共官方央视新浪微博昨天中午发出两张照片 显示在青岛召开的上和组支峰会和在加拿大召开的G7峰会的差异 一边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当东道主笑容满面低上和峰会 另一边是德国总理梅克尔等人与美国总统川普对立争执的画面 微博贴文称同一天两个会 两张刷屏的照片 这则微博获十万一千多人点赞 一万三千多人转发